みなさん、ヨーコーソー 我是遇風雪虹 歡迎收看今天晚上的牌組分享時間 今天要介紹的牌組是 西洋期 巫師 那麼在開始牌組介紹之前幫我點個喜歡 可以大家幫助到我 我平常禮拜二跟禮拜四都會固定的聲波 其他時間則是不定期的開 有任何疑難、雜症、分享心情、打屁、聊天都可以來找我喔 歡迎關注我的普惠玩專頁 接下來的話是 工商時間 終神派對是一款結合神話、電音、街頭的策略RPG手機遊戲 現在雙平台火熱上線週 大家如果幫我下載畫面上的QR Code 就等於一筆贊助我維護魔王城的資金喔 讓我可以更快的換到新一專 感謝大家 好的 那麼回到牌組本身 這一次為什麼要介紹這套牌組呢 因為所有的動畫類型的牌 它都沒有新的卡加入 而這一次的新的版本 就有西洋騎巫師有特別受到的對待 增加了一張新的西洋騎人種類 叫做超快騎 它可以直接召喚一張的騎王士兵到戰場上 然後給予該從著攻擊時會回復自己主張這一點生命值的效果 那如果本回到中已經離場的騎王士兵數為8個以上 只會給予該從著疾痴效果 有的那你就可以利用到這個疑費的性質 直接做到疑費的做一次的西洋騎離場的次數 還可以幫你補那一點血 不要小看那一點血喔 有時候就是會關鍵那一兩點就可以插到這戰場 對局到底是贏還是輸 最主要的戰場遊戲還是要利用到神秘國王 所以你要盡可能就是把這個騎王士兵數做到8個一張的離場 記得一定要離場 等於說要自己把它送掉 架第一隻的話是變成5費 這樣第二隻的話就會變成0費 如果你以天狐的情況下來看的話 你在6費時就可以排出5費的神秘的國王 如果我自己感覺啦 金束應該是在7費的時候可以排出神秘國王 你可以去用0費的國王和5費的國王 加上一個2費的打點做出一個比較高的傷害 嗯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前面的時候就可以盡可能用什麼奇幻士兵啊 還有就是醉勤劍擊 以及魔導飛彈等等的手段去額外摸對面的頭 如果你選的紙張比較多的話 就可以去多少的撐一點血 但我自己打著打著還是覺得抽牌的手段蠻關鍵的 所以還是會多選一些比較屬於抽牌的手段 這邊很明顯就是我選的智慧之光 魔導飛彈 以及就是恩寵是我額外的抽牌手段 基本上有一些技能 其他本身就是在抽牌手段 這都是避滿的啊 沒什麼好說的 那剩下來講比較常見的就是回去放弗雷亞 弗雷亞可以幫你必抽西洋棋的從者 不論是抽到奇幻騎士 奇幻城堡 然後神秘國王 甚至是抽到梅迪 都是非常的有幫助 可以快速幫你堆疊這個次數 那千萬要記得喔 梅迪當搭配到進化點 他的這個小移才會是最高的 因為如果你直接牌狼配一張的法術牌 等於說只是二費換一張的西洋棋的離場 既然你在中後期時 有可能會剛好卡一次的奇幻士兵的離場 那這套牌組啊 我打著打著 我覺得他在先進的環境當中 沒有到特別的強 但也沒有到特別的弱 先看你的那個任務有沒有趕快解完 然後你的國王有沒有來了 有時候你任務解完了 國王沒有來 你真的不用玩 所以你就需要用到那個一升的湯 就趕快去幫你找到牌 那如果啊 你是滿守國王 但是你的西洋棋都不來 也是會非常的尷尬 尤其是有些的職業啊 他是到某一個回合書 就一定可以幫你斬殺 如果你把它慢就會直接下去 因此啊 我覺得這套牌組啊 在先進環境的表現應該是一套 T3下的牌 請供參考喔 除此之外 因為這套牌組啊 在對局方面 很怕就是對面會一直硬搶血 像是遇到了對面的復仇吸血鬼 或是遇到岩將皇家 都會非常的難打 所以為了拆位對面的護符 我還多選了露西烏斯 這算是一個選配 如果你不喜歡露西烏斯 或是你比較窮的話 可以把它放成菲娜 甚至就是你直接走一個直上 用控制法術的方式 防止自己去跟對面的岩將能力做到交換 那如果遇到對面一直搶血的話 我自己的做法是 掛的比一般的牌組還要多的回血手段 像是恩寵啊 配到奧利維 也至少可以回個兩點 那如果你用到這一家的反轉之翼的話 他也是可以直接就是 點自己的從者 接著用到進化多天使 拿一個三血回來 然後進化0 然後千萬記得要盡量交給奇幻城堡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然後有些牌是可以去做一些替換的 如果你更重視充裕的話 就可以不要放玉劍的魔法師 然後去放那個智慧之光 如果最後還是選擇一張的原因是 他一費就做一張的那個西洋棋入場 其實是還蠻有幫助的 比那種就是二費只能做一次入場的牌 還要來的強 但他就很吃就是你的西洋棋前面時有沒有來 才可以點 點得到才有那個效益 如果你放太多 又會覺得說他有點怪怪的 而在後幾時他也沒有到那麼的理想 那千萬要記得 因為他交出來的西洋棋是會消失的 所以用先就是交出來那次要去送掉 再來就是反轉之翼 一開始我這邊有放了之後 發現又來過大大龍的大盾啊 或是消對面的羨木曲 讓對面不要去解到任務 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最關鍵 就是他可以自己點自己果 那一起回合的西洋棋 而渡電子因為本身自帶突進的關係 可以直接送掉 你可以多一個打點 再去叫到這個將軍 或者是奇幻騎士 傷害可以變得更高 那比較常見還可以換的就是摸到飛彈 有些人是不掛的 你可以直接掛成其他的籌備 像是弗雷亞 或者是直接去掛成就是紫山的手段 等等的話選配牌會有介紹 以及路西烏斯剛剛有提到了 還有就是這一張的醉情劍擊 這可能大家會覺得比較少見 那我自己用起來是還蠻舒服的 而且他這個控制也是相當強 還可以去做到額外的結場 而在最後就是奧利維西爾維亞 一開始我有想過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要配到這一張 之後我就想想說 好吧其實西洋棋的每一張 從此幾乎都要吃到進化石的能力 像是梅迪 然後奇幻城堡以及路西烏斯 最主要就是我還配路西烏斯 這一張奧利維西爾維亞可以把你成長 也可以把你做到一個AOE 大事實上就這個樣子 這些是比較常見可以去換掉拍 我們來看一下選配的牌吧 這一次可以選配的牌有比較多張 總共有14張 各自有各自的用途 那我們就從就是剛剛沒有提到的繼續講吧 首先童王公主阿瑪莉維西 你會看到有些對決會開始有放 但是之後我越想越奇怪就是 因為他有個能力會去發動魔力征服 而我的牌組當中是沒有魔力征服的卡片的 所以你選他就感覺有點怪 雖然說他有一個還蠻優秀的苦痛的AOE的能力 但大多數的情況下你會覺得你三費啊 如果拿到的是回血跟魔力征服 說真的是沒有太大幫助的 魅惑魔法可以去嘗試的卡對面牌 取決就是說你會不會很容易爆牌 那就有多的PV給你去運用 你先把它鬆住之後 你下一回可以再開心的解恩物 以及有些人可能會想要說 可以放一張的小小銜子來當作一個霸王人強化8的斬殺 可是我有放過之後覺得說沒有想像中好用 比較吃那種手順對局 你突然間忍不防的靈費的國王 搭配到這一張的小小銜子可以做出一個超高爆發的傷害 或是這一回合國王衝過死之後 下一回合張小小銜子的時候 大概是比較偏向這個樣子 另外的單截手段來講的話 也可以做直衫的穿世仙境也是可以 當然如果你真的需要很多很多的回血的話 冠旋魔法師也是可以的選擇 有的冠旋之後也會蠻建議可以配到信導 現在環境我覺得要撐到九費暴桶強化是有點難的 主要就是他進化時還可以幫你做到一些環節場面的動作 可是對於西安奇這個能力是必要的嗎 我是覺得還好啦 以及就是可以做到AOE跟補血手段的行使的魔眼 最後只是混沌天使 因為本身變形牌非常的多 你可以用這張混沌天使直接強行卡對面一個回合 但他其實六費是有點重的 我個人是沒有很喜歡 除非你真的是結超順 就是一到五就結完任務了 你六費就是混沌天使直接硬卡那一回合 畢竟他是有守護 加上打兩次然後先撐個血 然後把他壓到10點以下 下一回就是國王斬殺 最後則是兵與墜裂 如果你有選很多兵與墜裂的話 用的習慣我也能夠去配到阿瑪麗里斯 大概上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對戰的部分喔 首先第一場對決我們對上的是皇家 現在皇家藥部都是藥曬皇 藥部就是岩漿皇 岩漿皇會比藥曬皇再多了一點點 但是這兩套牌主要都有一個特點就是 他的護符超級的討厭 所以我會比較偏向就是在祈求留牌方面的話 可以去留下那個打工的陸系物事 那接著的話你只要有下棋之類的牌 都一定給他留下來 下棋就是強 你沒有做到下棋就是你無法去完成的任務 所以說後手可以考慮留一張的國王 但是先攻來講的話我幾乎就不會留國王了 因為還是以那個截燈物優先 然後趕快去再去後命的時候使用到一神彈結 或是其他的抽牌手段去找到國王 我是比較偏向這個樣子的阿 對 那這一回合來講的話 沒得做事二費直接奇換戰隊員 應該是沒有太大想法的 那我們三費就是理所當然的直接奇換城堡 那對面拍的是奴牙之槍 那很明顯還應該是一套的要塞指揮官 那我們這裡就是奇換士兵 直接去做到結 然後對面使用了解敗騎士 那因為他的血推的比較大的關係 我們可以換得比較開心 那千萬要記得喔 就是如果你是奇換城堡 搭配到就遇見魔法師的話 你的格子要夠 所以要先送掉一隻再去複製一隻 然後等等要送的要是生出的那一隻喔 因為那一隻會自己消失 我這邊算是一個打錯點 對 因為我打錯字 但是如果你換一個想法的話 也可以算是沒有打錯 就是如果你的次數剛好要滿足8 然後那時候的話 你就要讓他是在場上 然後可以消失的 因為有可能對面會試圖卡一場 你被卡一回合沒辦法去降到費 就超級的傷 所以這裡要千萬要注意一下 然後我們這裡就拍下了露西巫師 就是搭配到進化點 然後我們就可以使用露西巫師的效果 去拆掉對面的砲擊支援 再去換掉對面的立夏 與此同時 魔導飛到先點一下頭部 然後最後一張的御劍魔法師 因為我剛剛這裡 一個右手抽到了神秘國王 所以這張的御劍魔法師 可拍可不拍啦 基本上 他就只有點西亞其實有用啦 所以我這個召喚就只是造一個好玩的概念 然後對面再使用另外一張的立夏跟奈諾 我們這邊是可以跟他慢慢打的 因為他的節奏已經被我拖慢了 那接下來的話 他要是要斬殺 就是他的腰塞要飛出來的那個斬殺才是最高的 所以我們這邊盡可能把場面給展開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會倒的 所以我們還可以完成這個次數 好 我們差兩次 那這裡只能做奇王師兵 因為如果我的將軍抽歪的話 就非常的尷尬 直接奇王師兵兩張去賺完之後呢 還是要把對面的血壓到比較低一點 因為如果我不壓低的話 神秘國王最高的傷害就是 14點加進化點10... 不是 最高就是14點 對 但是有加進化點的情況 所以平常來講的話 就是12點就是你的斬殺 除非你有去配到就是 可以直接做直善的手段 那個傷害才再加2 再加2 對面使用砲擊支援 戰場紀錄 哇 原本想說如果他再抽一張炸彈 其實我應該會 拖離那個斬殺非常的慘 但他這裡又多加了一張那張貓咪 所以他還是一樣多拖了我一次 結果我這邊只有一個右手 魔導飛彈 好 接著我們第二場的對局對三人的是 對面的是主教 其實我覺得這個對局當中也不是特別的好打啦 因為如果對面的場面拉得非常的大的話 這一套的西洋的血武師會解到疲於分命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由於對方的血總是可以完成 就是可以維持在一個非常好的程度 所以你必須要打到一個高的上限 就必須 呃...當前回合要 射出12點以上的傷害才比較有機會 但是我看到對面是零屬小手 我想說應該不會是一套的護符吧 所以我這裡就是嘗試的 就先把媒體給PO下來 然後堵他解不掉 然後沒想到他這裡又去熔了那個貝爾迪利亞 看來就是...奶叫沒有錯 然後直接用久遠之翼給我解掉了 我有點傻眼 但是他也賣掉一張非常好用的龍頭從者 算是不虧對我來講 至少我的右手非常給力 這些東西都是非常好用的吸氧器 這樣的話我的任務是不用擔心做不完 現在只要擔心的就是我能不能衝到國王了 然後國王馬上就又進來了 太誇張了吧叔叔 那個叔叔的右手像是瞎瞎 對沒有錯 然後我們這裡可以拍下阿瑪麗麗絲 然後接著的話下一回合就是再看要不要用到 奇幻騎士將軍奇化戰略 然後直接三張全拍 因為你的將軍跟奇幻戰略全部送光之後 奇幻騎士就可以直接射頭了 那我們這裡就可以使用到奇幻戰略 然後接著一定要記得將軍先打 這樣可以加攻 將軍要適當的留下來在後期時 還可以幫助神秘國王的斬殺變得更高 全場會再加4 所以說其實如果最理想的情況下來講的話 你應該是12加416點斬殺加上進化點是18點的斬殺 這是最理想的狀況 然後我們這裡是直接換好換滿 讓神秘國王可以在這一回開始降費到6費 剩下5費 這邊使用了奇幻的聖遺物 這裡呢 如果我衝的話 其實我會被擋住的 因為我還卡了一個阿瑪莉莉絲 所以其實我這裡要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要不要就是直接利用到阿瑪莉莉絲進化 然後去打對面頭 就是點那個對面頭 然後再讓我的阿瑪莉莉絲 拼拼看下一回自己送掉 就不會卡到一個場 這樣傷害可以多一點點 嗯 但我這裡就是最後還是選擇 超快期超快期 然後直接撞 那如果我要兇一點的話 真的就是可以阿瑪莉絲直接進化 或者是直接進化旁邊的超快期 先去多摸點傷害 讓對面的血可以再更低 所以理論上來講的話 這邊應該要是13點血 真的是不用就是神經觀點 如果下回一定要S那個0費的國王的話 嗯 好對面是鹿直接再加起來 所以我這邊少誰了2點 這算是一個細節小小沒有打好的地方 我認為阿 那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這裡阿 來的東西非常好 除了就是有露西烏絲可以在進化的時候 去幫我額外摸這4點傷害 除此之外因為國王搭配到反轉之翼的關係呢 所以說我們這裡可以用反轉之翼過盾 除此之外的話奇幻騎士還可以再打頭 或是反轉之翼阿 是用來點自己的 對所以這裡就是用露西烏絲過這個奧利維西爾維亞 4點下去 國王下去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反轉之翼超級好用 然後這邊 全部的士兵登場 3 4 12 12點最後2點怎麼變呢 我們反轉之翼直接點自己的奇幻士兵 然後去用多天使直接送掉之後 還可以補上一家的奇幻騎士 剛剛好帶走 然後就是我們的下棋 一定要知道的產地魔術 場地魔術 一定要有那一張反轉之翼才可以做到的事情 好接著下一團對決我們對上的是吸血鬼 要千萬記得就是騎手流牌方面的話 就是留所有的西洋棋 對你來講是比較有幫助 我們來看一下騎手流牌喔 這個騎手流牌就是把奇幻城堡給留下來 其他人的兩張奧利維亞全部都換掉 嗯 那吸血鬼對局當中啊 算是一個比較裂開一點就是 對面的指章非常的可怕 所以你的天使的恩寵可能會成為一個關鍵 不過以先攻來講的話會比較難用啦 對面使用了嚎叫之後 然後我們也只能就是點魔導飛彈 魔導飛彈 然後接著的話 威破的防衛隊長下來 那我們就是跟他對拍那個奇幻騎士 一定要接掉防衛隊長那個守護也剩滿滿 這就看他能不能夾到 搭配到那個AOE那隻的隊長了 他沒有他決定直接做核仙狼人 可能是想要下一回合直接再掃一個比較大的場面吧 畢竟呢他少不是我的城堡 所以我們這邊超快一起加上將軍之後 然後來了一個那個想起的開車 西亞廷開車這裡的節奏非常的順喔 物質就是我的次數啊 已經算是到了4次了 我們手中有奇幻城堡 加上奇幻騎士 就已經可以在5費的時候完成那個次數了 即使對面有積分的副總長 但我們這裡的勝率是非常高的 對面瘋狂在對他的狂戰次數 直接用他的那個女王的城堡來幫他補到血 那我們不用擔心直接進化點繳給奇幻城堡 這樣就可以使用到奇幻騎士0費再兩隻送掉 太快了吧 然後奇幻戰略 這邊就可以直接繳進化點給那個 我們的騎士了 或是直接把進化點扣下來 因為畢竟啊 對面可能會開始打直殺 那如果他再繳掉進化點的話 我們就可以恩寵 可以幫我補血 對 那這裡的斬殺就是看他到底有沒有守護 如果他沒有守護 就是準時的6費神秘國王直接帶走 看來還是沒有守護的 我們這一場狂亂非常的順啊 那就是直接奇幻國王 不知道啊神秘國王帶走了這一局 這個自殘真的是幫大忙啊 再來 再來最後一場對決我們對上的是龍竹 拿到的是一個後手 後手方面的話來講 就是如果你有些後手牌 就可以把他留下來 像是沒底啦 沒底一定可以把他留下來 對了先攻到底會不會留沒底呢 我個人的經驗是 恩還是會考慮把他留下來啦 如果我會看一下旁邊的牌的搭配 如果前面就可以刷著低費的法術 那我肯定留 如果沒有的話會猶豫一下 可能會偏向換掉 恩 這邊樂帶美人魚直接做到一個家家 那看得出來是大大龍 大大龍來講的話 其實對我來講是有點麻煩的 因為如果 我的西洋體還沒有展大的話 就真的要靠反轉之意 跟各種的變墮天來做到控制了 這邊再加了一張的護金衝浪家 那我們這裡 三費可以先做一張的將軍 因為四費要去做到奇幻城堡 去貼玉劍的魔女 這邊恩寵 再加龍人前鋒 哇 直接這一回合就跳跳跳跳跳到起來了 那我們這裡就 奇幻城堡 剛好右手拿一張的智慧之光 可以把我的節奏給打滿我們這裡智慧之光 搭配到奇幻城堡進化石 可以幫我補3點血 回1點PP 前面賣的血不用擔心 直接奶了回來 那接著的話 來看一下喔 我場上這裡全部送光之後 就等於說剩下5次 等於說我等等的奇幻城堡 再加上奇幻騎士就可以講那個任務了 對面全身玉龍石 喬 那我覺得對上這種會跟你交流 真的是不用擔心沒有東西可以換啊 對面全身玉龍石 下來 跟我做到一個交換 他也在做他的長優 可是我們西洋棋可是 毫不講理的 瘋狂的結唱 為了讓我的血再安全一點 我是使用到了奇幻城堡進化 然後接著的話我們兩隻換掉 而在最後啊 這裡我最後還是選擇拍了梅迪 因為想要把變形留到之後 他養到更大的姿勢 對 所以那一張梅迪 梅迪應該是早點拍 然後這裡直接用那一張來西洋 留下來對面一張的依依 不用理他 對面使用了奧利維爾 來做到一個AOE跟寶頭的動作 但因為我們是神秘國王在手的關係 還有兩張的變形 他不管著大的盾我們都不用怕 所以這裡可以再慢慢的拖 畢竟對面是大阿龍嘛 我們只要能夠把對面的血量耗低就好 所以我是選擇直接果斷的做奧利維爾 他就可以直接點魔導飛彈 直接抽爛 又進了很多很好的東西 直接解光光 讓他連喬的機會都沒有 好的 我們拿到凌費的神秘國王了 手中又有反轉之一 又有墮落的秦武 這裡斬殺非常之高喔 準備使用了獨眼龍一大正宗 搭配到進化點鋼轉砍手 我反而覺得 哇 他現在把血量加大 反而是他的錯誤啊 三把神秘國王 想要神秘國王啊 搭配到就是 這一張的最敵情劍的話 我去點對面的武器 他一定屁股死他嗎 那我就有場面可以去用反轉之一 去自己送掉一大正宗 去幫我多拚這個斬殺 所以我這裡直接 最敵情王 其實還有一個做法就是 我可以先抽一下就是天子恩手 看一下會有沒有機會可以拿到將軍 這樣的斬殺是會更為高的 這裡就可以直接斬了 有過過將軍的話 我們這裡就是做一個標準式 反卡場之反轉之一 直接點掉我自己的 清玩士兵 打配到超快奇異 帶走的對方 沒錯 最高就是這樣 535 15點的斬殺 超級打東西